比如说你输入某一个清单 某一个项目,它自动可以带出其他栏位 那这边我们是纵向的,也许你平常工作是横向的 输入,自动全部给个编号,其他资料自动全部带过来 那其实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至于你要用哪一个函数 你可以自己再斟酌一下,实际上资料怎么抓取会比较方便一些 那当然有些地方,可能除了用那个函数之外,好像还不太够的话 也许你可以试试看用VBA 那VBA部分的话,这个地方可能难度会稍微高一点 因为他做的方式是这样,就是假设你今天按一下查询 他会自动怎么样,帮你把这个lookup里面的资料带过来 不过你会发现001,但是他比较麻烦一点,你需要先选取清单 再按一下查询 他会帮你把资料带过来 那你想说,这个地方他怎么运行的 这边的话可能会多一个概念 第一个,你需要先把这个编号,先用一个变数先记下来 比如说004,先放在X里面 那X里面就放了004,那放004要干嘛 先储存在这个变数 第一个,第二个呢,再切到这个工作表里面 因为我004嘛,那我可以怎么样,再切到这个工作表 所以特别注意,我们现在这个范例里面 的VBA,是跨工作表 跨到另外工作表 那因为我刚刚有一个X X里面放的是004 所以我可以用什么,用逻辑判断 从哪一列呢,从第3列 到哪一列,到第10列 那我可以做什么呢 比对一下嘛,把它的A栏里面的资料 抓过来 跟这个X 比一下 一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 前面讲过吗 For i 等于3到10 然后中间加一个逻辑 if if什么呢 if sales idea的 A栏里面的资料 如果等于X的话 那表示这个就是我要找的吧 那我就把什么呢 把我的 比如说004好了 一直往下 找到004了 然后呢 把它的B栏 C栏 D栏 E栏 通通抓到哪里呢 抓到前面的这个工作表 OK 那这个也是跨工作表的叙述 那你要知道如果你现在 假设你现在是在lookup这个工作表 你前面就不需要加 工作表名称 可是如果你是另外工作表 那你另外工作表就要加 这个 这个另外的那个工作表名称 就名称部分要加 那加的方式很简单 你要多学一下sheets物件 S sheets S H DET 一样 因为他有很多个嘛 所以加S sheets OK 就sheets 那后面的话哪一个 刮胡 你可以用数字 比如说第1个就代表是第1 123是哪一个 或者你可以给双引号 哪一个名称 用名称的方式来叙述 那逻辑大概是这样 可是程式怎么撰写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因为 有些东西前面都有讲过了 所以 我们就 直接来看程式好了 一一一样 开启Visual Basic 他怎么开启前面都讲过了 做了蛮多练习的 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再插入一个程序 因为这个程序是对应到这个按钮 OK 按他之后他帮你执行 那我们怎么写呢 第1个 先把什么呢 把那个我们的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先放在X里面 暂时存放 那这个储存格叫什么 Range C2 这个前面也写过很多 因为固定的位置 就用Range C2 先帮我把那个编号 放在X里面 再来切到 我们Lookup这个工作表 怎么切 其实很简单的 第一个 续成物件的名称 刮符哪一个工作表 对不对 电 后面就一个slate slate应该可以理解 就是选取他的意思 切过去 有标点他一下 好 接下来的话 For I 等于3到10 这个前面都写 可能这一行 比较陌生一点 其他应该还OK For I 等于3到10 如果说 我已经切 假设先切过来好了 这样比较清楚 切过来 然后 我就 把这个 如果A栏里面的资料 因为我从第3列 A栏里面的资料 跟X比对一下 如果 如果一样的话 那我做什么呢 我就把 我线 记得后面的东西 call到前面 后面的 后面的是什么 后面的指的就是 假设我是004 那就把 BCDE 这些 有没有 总共会有 4个资料 call到前面的 前面的是这个工作表 那因为我是把它复制过来 查询界面 刮胡 VBA 不过 复制过来 好像这边会多个空白 所以等一下 你那个名称 如果卡在这里 检查一下这个 因为之前好像旧版的 会有 没有空白 可是新版 又变有空白 因为你们检查一下名称一下 那把 这4个 call到前面 这个叙述 应该 第一个啦 这个应该可以理解 就是B缆 一样是I列 同一列 I列 哪一列 他找到那一列 资料呢 call到哪里呢 call到前面的工作表 前面工作表呢 实际上就是 血池 他的名称 如果你一直卡在这里的话 我是建议你干脆把这边点两下 把它Ctrl C 然后呢 再切 切到哪里呢 切到 这边 切到这个 这个上面呢 你把它用贴上 也可以啦 用Ctrl V贴上 保证正确 因为那个match 完全是 那个一样的名称 点什么呢 你这边的话呢 就是 这个是 用绝对的方 用range的方式来 储存 所以range 哪一个呢 C3 C4 C5 C6 有没有 所以前面这边刚好 3456 对应到后面的是 横向的 BCDE 有没有 一个蘿蔔 一个坑嘛 反正你只要match到的话 那就OK了 那底下会多一个叙述 叫 Is this 4 这一行 你没有加 城市也 不会影响太大 可是 这个这一行 最好是加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你只会找到一笔嘛 那如果你 找到了 理论上应该不会有 同样的东西 没有这个编号了 所以 意思是说 你可以不要再往下走了 可以怎么样 直接跳离4 回圈了 这样的话呢 城市会效率比较高一些些 因为 他找到了嘛 他就不会一直往下找 尤其是你笔数特别多的时候 反正找到就跳离了嘛 就不会再继续往下走 Is this 4 当你不加这一行 他城市跑起来 也应该还不会差异很大 因为现在电脑都太快了 一下子也是跑完 Is this 4 不过加会比较好 然后呢 再来就是已经call过来了嘛 最后记得要怎么样 把画面再切回来 所以呢 切回原来的这个工作表 哪一个呢 查询界面 VBA 点slate 诶 城市就写完了 所以我比较关键的是 先切过去 等到查完之后了嘛 你记得呢 再 切回来 OK所以一样是 哪一个sheets的名称 点slate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达到那个 多工作表的切换 OK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假如如果今天呢 给一个 换一个编号 按个查询 你会发现 他就自动帮我 帮我那个 查出我要的 嗯 不过因为 你会发现 但是还有个缺点 不过这个缺点 可能也因为这台电脑 太快了 而比较没什么感觉 他会闪一下 可是其实 以前的旧电脑 闪的比较厉害 为什么因为 它会 效率比较差一点点 所以 会让闪一下 比较会迷 可是现在因为电脑 我发现好像 实在太快了 所以快到已经 几乎无法察觉了 但是还是可以察觉啦 有没有 会闪一下 这样子 那之前就有同学说 老师这个感觉不太好 闪一下闪一下 这感觉好像那个日光灯 坏掉那个感觉 就感觉 好像很伤眼睛 你可不要让它闪 当然如果你 不让它闪 很简单 只要把那个 闪动的那个 那个那个什么 那个效果关掉就可以了 那怎么样把它关掉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其实 因为那个 管闪动的那个 其实是 有一个叫Application Application这个物件 现在非常重要 Application指的就是 VBA 就是直接指的就是Excel本身 那Excel本身呢 它点 点下去之后 你因为前面这个字 我拼 没有拼错的 就好像前面也用过这个物件 这个物件指的Excel 里面有一个叫Screen Screen 你其实你打一个S 它就会自动出现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叫 打一个S Screen 有没有 Updating 顾名思义嘛 画面会不要更新 如果你这个 选这个的后面的 给它一个等号 它会 给你一个开关 一样 你要开还是要关呢 如果开是True 如果是关是False 意思说如果你 不要让画面 闪动的话 你可以先在这边 先把它关闭 不过记得 在最后面 等到你这个地方 程式全部跑完的时候 有没有 记得要还要再怎么样 把它打开 因为如果你没有把它打开的话 以后呢 画面 就 不会再更新了 那也就是你画面该闪动的时候 就不会闪到 那这样会影响 可能后面 有一个就你有做到类似的效果 那就没有那个效果出现 头跟尾 也许加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会不会有那个闪动效果 我们来看 它其实有没有 它里面之下会变 但是外面有没有 基本上就不会闪动 看得出来吗 因为现在 电脑现在太快了 差异性 可能没有那么强烈 如果你用那个你们自己的电脑 或者是比较稍微早期的版本 那会比较明显一些 所以 如何把那个 画面更新 关闭 其实 未来什么时候会需要关闭 像我们未来可能会切很多工作表 比如说切过去一个 再切过去一直切 或者是说你一直新增很多工作表的时候 它画面会一直在闪动 那一直在闪动的话 相对的 你就 假设你不喜欢那个效果 你就可以把它 把这个updating给关起来 OK这个部分的话 跟各位 讲一下有关 VBA的 查询 比较重要是 跨工作表 另外 给我同学问说 老师 那这个功能好像有点点 还是有点不太完美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 我们只要 点选 它就自动更新了 可是在VBA里面呢 为什么你还要再多按个按钮 它才更新呢 这样子好像 感觉 多做一件事 不过也 也没办法 因为前面我们讲过了 一个按钮对照一个sub 你当你怎么呢 按下这个按钮 它才会去执行这个sub 对不对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我可不可以不要按这个按钮 而是当 这一个工作 这个工作表里面的 这个储存格 当这个储存格里面呢 发生变化 改变了 OK 那我就去触发什么 触发这个 程序 不是按钮 触发这个程序 所以这边的话 可能会牵涉到 所谓的事件驱动 当这个工作表 的这个储存格被改变了 那我去做什么 做查询这个动作 那这地方该怎么做 我想 也许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 这段程式 稍微了解一下 那当然 这个难度 虽然有一点 不过你会发现跟前面类似 通知性还蛮高 那画面先欢迎各位 试一下 先把那个查询的这个 VBA 先试试看 另外呢 如果你会 感觉 闪动 感觉 这个假设你希望不要他闪动那么厉害的话 也可以用那个 把screen updating的这个属性 把它关闭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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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